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主播 这里是哥伦比亚冰川 这里是优鹤国家公园 翡翠湖 这里是贾斯泊国家公园 里格德峡谷 这里是优鹤国家公园 天然桥景区 这里是贾斯泊镇 这里是优鹤国家公园 山丹 这里是班夫圣 这里是路易斯湖的提花顶的码头 这里是加拿大国家冰川公园 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主播 这里是贾斯泊镇 贾斯泊国家公园 它是北美第二大国家公园 同时也是加拿大第一大国家公园 它的占地面积是10878平方公里 在贾斯泊国家公园的游览 赵湖 马林湖 马林峡谷 还有金字塔湖 金字塔山等等 在贾斯泊 它的自然资源和动植物的资源 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它不单有漂亮的湖泊 漂亮的山脉 那么同时呢 还有非常好的动物植物 以及非常多的这种自然景观 这是船来的 最高的水平 最高的地瓜 它参加了很多水平 接下来 继续的水平 就算了 在一个水平 就算了 在水平 诚里面 太别人 有空 它不自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宾主播 这里是贾斯婆国家公园 Ligan的峡谷 在这个峡谷中我们可以看到 身后奔腾不息的河水 以及非常漂亮的六到七座 非常漂亮的木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峡谷 最窄的地方呢只有一米 它最宽的地方呢有十几米 这个峡谷的水量非常非常大 加拿大呢是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那么 对大家好 我是我叫Christina 我们今天从这个桥回去之后 对我们就要去拍拍照 然后晚上呢想去看个夕阳 今天我们来的贾斯婆国家公园 然后对请大家观看下一播节目 没了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是贾斯婆公园第一个景点 然后好像也就是一些山河水的样子 这边的景很大气 连同它的蚊子都长得很大气 这里很多好吃的 但是呢我们还是喜欢自己烧饭菜 这里的景啊实在太美了 它可以使一个普通人都变成摄影高手 玩得开心哈 我们很有幸来到了贾斯婆国家公园 这里的山川和和牛峡谷 森林都非常漂亮 希望大家有机会一起来这里分享这里的美景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明主播 欢迎跟我们一行七人一起逛班夫国家自然公园 昨天我们路过了这个叫高伦比亚冰川大道 这个一共是全程229公里 号称是星球上最美的一条公路 那么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我们会将更好更精彩的旅途见闻 分享给大家 欢迎观看本期宾主播的节目 我是其中的嘉宾恒主播 也就是他的儿子 在之前来一直担任后期的工作 请大家订阅宾主播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哦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欢迎订阅宾主播 我们现在正在贾斯伯的路上 我们看到了有一头特别大的一个公路 就在我身后 不到五米远的地方 这儿的野生环境非常非常好 刚才我们来的路上看见了一只狼 现在又看到了一头鹿 估计可能会看到熊 包括狐狸啊山鸡啊 非常多的野生动物 所以这儿的野生动物也不怕人 然后呢 人间的动物也非常的友善 特别好 现在这个鹿在吃草 这个鹿的鹿角真的是特别的帅 各个动物都比较帅 哎呀再抬个头 没太多 没关系 这抬个头啊 这么贪吃 这么贪吃 人呐 你为什么要看了 你怎么会找到什么呢 我可以 selection啊 你 Pf然 你自己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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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build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